七夕将至何以传情 相声大会为您奉上一场关于爱情的脱口秀 我追求的爱情的道路呢 就是长路漫漫特别遥远 对于我们这个行业 我们不关心爱情是怎么来的 我们关心的是爱情是怎么没的 他们对于爱情的四字真言 是否得到您的认同 合作经营 真心真意 煎炒风扎 相声演员的脱口秀 有没有刺激到你的神经 他说你买个贵点的就行 我说行呢 我给你买一辆高铁吧 他说不是这个一盒 他说就是不老说那个横九远 永流传的那个买点防苦剂 他说爱情就是一碗毒药 这就是一种对爱情的态度 古往今来我知道 只有两个人这个观点 一个是路遥 一个是武大郎 对吧 许剑就是亲狗 也不算虐狗 许剑就是咬狗 都不算虐狗 那叫一嘴毛 知道吗 今天你必须要夸我 必须夸 我不夸你了 你夸我 现在夸 马上夸 立即夸 他说你女朋友 比你优秀多了 时下天津最火的脱口秀演员 船底登台 你有没有非常期待 那小伙子没看上你 小伙子说了 这姑娘太能说了 跟电匣子似的 一下我这嘴都没带停的 我长这么大 我第一次被一块点心瞧不起 请您一定要关注 相声大会七夕特别节目 我们的爱情 爆笑即将来袭 快乐马上登场 集网走进演播厅 我的名字叫李丁 相声演员 新尝试脱口秀界 杨美鸣 哥哥摩拳又擦掌 在家天天搞发明 我看全是爱迪生 他们说的怎么样 咱们一会儿听一听 哎呀妈呀 还等啥呀 掌声啊 欢迎大家收看 下日大会前方夜谈 我是主持人 有白头发 但是没有眼带的李丁 欢迎大家 回到逢年过节的时候 下日大会总要推出 脱口秀的专场演出 那今天也是为了 脱口秀的专场演出 我开场用这个 东北小品的方式 来给大家做一个引子 做一个铺垫 刚才说了是 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 就是脱口秀的专场演出 那么马上要到什么节日了呢 对 中国的情人节 七夕 所以我们今天脱口秀的主题 就是两个字 爱情 开始我们今天的演出之前 先来一起认识一下 来到现场的各位嘉宾 他们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文艺频道优秀青年主持人 孙元老师 欢迎您 大家好 大家好 第一次来到我们下日大会 就赶上逢年过节 太开心了 希望您之后经常来 我们下日大会主持 好的 不是主持 来 做客就可以 好 好 我觉得可以 来 做客就行 我觉得可以 再次欢迎 再次欢迎青年主持人 孙元老师 欢迎 继续欢迎 中年现场演员 林飞老师 我特别愿意来 下日大会当主持 不需要 你来这儿当编剧就可以了 欢迎中年现场演员 回家老师 我觉得我也能主持 欢迎中年现场演员 路遥老师 咱们F4就行了 一期主持 欢迎中年现场演员 任鹏飞老师 我有点尴尬 我也申请加入中年好吗 我觉得太尴尬了 不行 不行 有点格格突入 真的是从面向来说 您绝对是青年主持人 我们今天也是众星捧月 主要最后是为了衬托您 显得您既年轻又漂亮 脱口秀还好 行 显得不错 马上要到七夕了 今天我们的主题也是爱情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各位心里觉得 在一段爱情当中 最重要的四个字是什么 合作经营 合作经营 因为你觉得 我们两个人之间 是有爱情的 对不对 都还以对高汉的关系 爱情需要合作经营 不是合作经营 都是爱情 好 明白了 合作经营 好 魁老师呢 无期徒刑 我被撬个折 太好了 无期徒刑 来解释一下 开玩笑 不行 没有开玩笑 就不是 解释一下无期徒刑 我觉得就是 每一个人在恋爱开始的时候 都没给自己的恋爱 加上过一个期限 所以说都是奔着 长长久久去的 奔着无期去的 对不对 那图形是怎么解释呢 我要能解释出了 我是那个 这个意思 他就说呀 要是没有妻子 图有自己 那不行 哎呦 这事我看你 只能交给清华的解释 马贯儿再串两件吧 再串两件 串两件解决的 我觉得爱情里 如果非要用四个字 来表达的话 那就是真心真意 其实特别简单 我觉得什么事情 都可以在 真诚的交流中解决 可以真诚的爱 也可以真诚的放手 甚至分开都可以 只要是真诚的 就不存在伤害 放手我觉得 还是挺不好的 确实是 但是我们要 更理性吧 就是说 要更理性地 去对待一段感情 对 应该是 这是我的理解 明白 明白 好 非常好 我觉得就是 互帮互助 他帮你什么 你帮他什么呢 具体说说 又织布仿棉花 都是从戏词里边来了是不是 对 其实就是一个陪伴 我觉得时间长了之后 就是一种陪伴了 他最一开始 可能有一见钟情 他更多的是激情 一种冲动 但是要细水长流的话 更多的是 从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 我帮你一点这个 你帮我点这个 我想着点你 你想着点我 细水长流嘛 陆阳老师 这个 我说一个真正的 他们说的都不叫成语 我说一成语 煎炒烹炸 别说 你说的是爱情吗 它是两个意思 一个就是说 生爱情当中啊 有各种煎熬 其实也有各种快乐 但是最后归根结底 是什么呀 就是过生活 煎炒烹炸 生活点事 我们配合一下吧 谢谢 他们俩不散了 你别说 就这四位男士说的 还真像是一帮中年校 是经历过的 是经历过的 你看大家对爱情好 还都非常有得聊 各种各样的经历 都在大家的身上 那今天的节目 肯定是非常的有意思了 那么谁先上场 谁后上场呢 我们用一个游戏来决定 游戏的名字叫做 谁是卧底 谁是卧底这个游戏 大家都玩过吧 你猜 可说 我猜 都玩过吧 玩过玩 都玩过 我就不说规则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每一位老师的手里边 都拿到了我们节目组 精美的信封 信封里面有各自的身份 大家先看一看 自己的身份是什么 好 各位 都心中有数了啊 好 那我们就开始第一轮的形容 来 从路遥遥这边开始 从我开始啊 挨着你没好事这个啊 首先说 她这个是一个人 好 是情侣关系中的一个角色 她和我们今天的主题 紧密相关 她是甜蜜的构成的一部分 我很熟悉这个角色 哇哦 银飞老师这个真的很有内容啊 好 我们来做第一轮的投票 直接指向你想投到的那个人就可以 来 3 2 1 投票 嗯 OK 那你俩不投吗 我觉得我先投银飞 后投 不想啊 嗯 可你只有一票啊 你呢 我现在投什么都无所谓了 不啊 因为2比1啊 没有没有 哎 你重要啊 你的票有可能是平票了 对 那我想做老好人还做不了了 我投这个李银飞老师 哈哈哈哈 这没反正 全部全部我们获胜吧 银飞被投出 哎呀 气死我了 咱们游戏继续 来 从你那边开始形容 她 是一个家的顶梁柱 嗯 不是 我说错了 我说错了 来来 不是 来 银飞 我当过这个角色 完了 她有时会让你开心 有时会让你伤心 没有问题 这个形容都没有问题 男性角色 我说错了 好 来 听 听 投票 嗯 你去 这有点明显了 那我投不投无所谓了吗 是不是 嗯 回老师 我先问一下三位 为什么投回老师 你为什么投回老师 你为什么投回老师 我为什么要知道 我为什么投回老师 我抵失败 那三位 嗯 我们来一个简单的 石头剪刀布吧 行 好 3 2 1 3 2 1 哦 首先有请李恩威老师 大家好 我是一个叶鱼说脱口秀 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说过脱口秀的一个相声演员啊 李恩飞 今天这个场合啊特别紧张 每回一说脱口秀 然后摆几个沙发 坐几个人我都特别紧张啊 然后说这个话题我也特别紧张 说爱情的事情啊 不管是男朋友啊还是前男友啊 我真的都当过很多回 然后也被踹过很多回 所以我追求的爱情的道路呢 就是我们今天场上的一个嘉宾的名字啊 叫陆瑶啊 就是长路漫漫特别遥远啊 都说陆瑶之玛丽嘛 然后我经常的玛丽不足 所以那阵子呢 就大街上看到年轻漂亮的小姑娘呢 就用一个另外一个场上的人的名字来形容一下 就是王李丁 王肉李这么看 哎呀就觉得 哎呀真的是 这怎么能跟她谈恋爱呢 那时候经常有这种想法 后来被甩了很多回之后呢 我对于我女朋友呢 就是另外一个嘉宾的名字 就是回想 经常回想起我这些前女友们 当然了 我不是说这些前女友给我印象特别好 只是有一任前女友给我印象特别深 为什么要这么解释一下呢 就是因为我怕我现在的女朋友 花小元老师看到这期节目啊 嘴鼻都得说清楚啊 跟前任在一起的时候 那真的是 我那时候叫 人家叫 电商大数据小助手 我那时候应该叫 电商大剁手小电锯啊 就是我绝对是一个用 就那时候得用剁手来形容 就是天天的 就是花钱花钱 没有花钱月下啊 就是开始是花钱 后来是花下月钱啊 就是透支的来给她 叫那时候最熟的就是 口红的色号啊 什么春夏的穿搭呀 各种鞋呀 这个什么款式啊 比如就拿这个口红来说吧 到底是什么唇蜜啊 还是唇釉啊 沾不沾杯啊 这个脱不脱妆啊 是跟不同的色系的衣服配 就应该用什么颜色的口红啊 什么显得这个气质更罗利一些 什么显得这个气质更郁解一些 然后是具体什么色号的呀 是什么小羊皮的 还是星空的 什么是正红的 还是水红的 砖红的 酒红的 姨妈红 斩南红 吃土红 豆沙红 番茄红 姜果红 圣诞樱桃红 就各种各种的颜色 那时候特别的熟悉 真的对这些如数家珍 那么后来呢 最后一回就到了七夕 那时候呢 就点我 点我 要七夕了 我说我知道 要买点什么呀 我不懂啊 我说你说买什么 你说买什么咱就买什么 这又纯直男的思维啊 你说买什么 你喜欢什么我就买 他说你就买个贵点的就行 我说行呢 我给你买一辆高铁吧 他说不是这个意思啊 他说就是 我老说那个横九远 涌流船的那个 买一袋防腐剂 不是那个意思 有啵啵啵啵 闪光的那个 买一个手电筒 不是 就是一克拉一克拉的 买一袋金克拉 不是不是啊 就是钻戒要钻戒 他都说出来了 其实我能不明白吗 为什么装糊涂 就是因为觉得不太是过日子的人 所以可能走着走着慢慢就分开了 当然了 就是那句话嘛 就是分开了 错的是为了预见对的 所以 就遇到了现在的这个对的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就因为他是现任 他必须得这么说你知道吧 这个好现实 对啊对啊 不确实是啊 因为我跟这个 我女朋友啊 叫花小渊 这是她的艺名啊 她自己给自己起的艺名啊 长的呀 实在是比我好看太多了 这个 他那个短视频呢 实在是比我形象好太多了 所以 你像我有的时候发一条短视频 在那个其他平台上面吧 我女朋友有七十多万分 我才十来万 有时候我发一条短视频呢 就说 我跟我女朋友花小渊呢 怎么怎么着 没有人听后边的内容 然后就开始评论了 苍天呀大地呀 他是造了什么孽呀 然后这条评论的赞 比我这条视频的赞都多 还好多人给他评价叫 相声界颜值天花板 然后我就在那个下边 跟那个评论那个网友怼 我说那怎么了 他跟我怎么造孽了 我也是相声界天花板 对吧 他说你们相声界 防什么时候他的 这确实是 你看他那个视频呢 他很多是为什么说 我说叫合作经营呢 就是因为他很多的视频 是跟我同台说相声的视频 他也说相声 所以他好呢也好在这儿 不好也不好在这儿 一到七夕的时候 他真的不要礼物 要什么恒久远的有流传的 什么各种色号 什么都不要 也不用花钱 什么都不需要 他就是一个要求 就每到逢年过节呢 就说 就说 你给我写一本子吧 你给我弄一新节目吧 哎呀 我说他那个新节目的要求啊 我说比相声大会的导演 对本子要求高多了 你知道吗 这个 所有的都是 我写这包袱 不满意 写那包袱 不满意 你不要老拿 糊弄春晚的那个包袱 给我用 都那种标准 高标准言要求 有时候真的就绞尽脑汁 有时候我写出 给他写出一个他满意的包袱 他觉得嗯 这包袱还不错 就那种莫大的成就感啊 真的是 你怎么得奖啊 怎么上春晚 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就是给他写一包袱 然后那天 给我打电话 给我打电话 这都实事啊 给我打电话 哎 我把你所有作品都看了 哎 我真发现 你怎么有这么好的包袱 你不告诉我啊 我说什么包袱 什么包袱不告诉你啊 就是有一回 你上台 我看你所有的像是啊 就有一回上台 然后你说说 那今天是个大好的日子 然后呢 我们让叶鹏磕一个头 给大伙祝祝幸 这么好的包袱 你为什么 我当时我就觉得 我这些年都白干了 我创作了这么多文根的作品啊 我写了这么多啊 什么叫鲁迅的灌口啊 词牌鸣的灌口啊 都不如他觉得啊 让叶鹏磕一个头 给大家注注性啊 就这个包袱 我就说你要是 这么贬低我的创作能力 我以后我就不写了 我真的不写了 我又给他写完了 通篇用不了 所以有时候 我在这吐吐槽呢 我心里能够稍微的好受一些 稍微好受一些 原来我觉得吧 单身的时候吧 一个人 一到七夕的时候 特别惨 去饭店吃饭 不能说买单啊 不是 逼这个单字啊 上医院给我开单身低丸 我说滚滚滚 不要 不要单身低丸 给我开一个那个 双花口服业 对吧 成双成对 锦上添花 双花口服业 那时候就觉得 哎呀脱单了 实在是太好了 跟华晓妍在一起的时候 觉得 呵 我都够着添花板了 那太好了 那现在呢就觉得 我觉得 他就是一个 不给创作费的编剧 你知道吧 然后每回呢 还是 还几场 还不像说 我给别的节目写 说 给你一个月的创作时间 没有 有时候就他想到了 说我明天 我后天 我想上台演出 你能不能给我写一本子 啊 都是现写 都是现写 还不给钱 就是 义无现写 是的吧 义无现写啊 义无现写 所以我真的 我跟你秃子藏 我心里 还 还等一下 哎 哎 啊 你别催别催 你说那稿啊 行行行 我录完这些现实大会 就给你写啊 就给你写啊 我录完就写 啊 都是男的 没有女的 你放心吧 都是都是 没有女的录像 放心放心 先挂了 你别测试了 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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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么 那个 我是男的 我今天变男的了 这 这期那个 袁姐的画面 都欠了别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要不过不好这个期期了 我是向日演员李云飞 下期再见 谢谢 哎 感谢李云飞 分享你的心酸 还都变成了包袱 是啊 全是十事啊 全是十事啊 那你觉得 如果要是 他可以说 我不要节目 我要礼物 你可以接受什么样的礼物 还是你希望能送出什么样的礼物 我一般都是DIY一个礼物 做一个什么呀 什么的这种的 比如做个首饰 那你给他做过吗 做了一个首饰 耶 为什么就那个 比如买那个 比如老的那个玉 它就是一块玉 然后在外边再给他 像个包啊 就得我去挑去弄些什么的 那你送他这些东西 他都不满意吗 还宁愿 满意 满意 他上台都带着 但是呢 他还是觉得 宁愿要一个活 他也还是喜欢要活 对 那你觉得 你给他写活了 还是给我写活了 他 他 他比我还较真是吗 什么 较真多了 怎么有一种吃醋的感觉 较真多了 我刚才说都是实话 我给他写一个满意的包包 咱俩创作的时候 经常都 这包包真不错 真不错 真好太好了 没有过跟他呢 我能掰着手指头数出来 我给他写过哪几个包包 他满意 我都能掰着手指头数出来 你想要吗 但是他即便用这么大的压力来对你 你仍然 你有没有觉得 我最近这个创作能力又提高了 对 你的创作能力一直都在提高 就是说他给你这么大的压力 但是你还是愿意我为他创作 然后甚至是更用心一点 我的 是真的是我的梦想是 我能够创作一部花晓月的独角戏 这是我内心的梦想 所以 是不是我们《现实大会》的导演 对你的要求太过于宽松了 导致你经常拖《现实大会》的稿子 主要是身份不一样 你知道吗 哪个编导愿意当我女朋友 哪个愿意当女朋友 发小渊不同意 所以眼睛高就只能戳一下 好 我感谢 谢谢李银飞 谢谢 谢谢 那听完李银飞的爱情故事 接下来要听谁的故事呢 让我们掌声有请 回想老师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相声界的律师 律师界的编剧 回想 今天的这个相声大会的这个脱口秀的主题 叫《七夕爱情》 我觉得这个主题我来确实不太合适 因为都是聊一些爱情故事当中的内容 你说近两年我也没有什么爱情的经历 对吧 毕竟最近媳妇管得挺紧的 聊别人也不太合适 你说聊李银飞 这以后你修脚找不着人家 这个 就是 还聊谁 聊李银也不合适对吧 牛郎之女的主题 你聊牛这算怎么回事 让我聊一个爱情的主题 为什么说不合适呢 因为我这个人对爱情还是比较消极的 跟我的职业有关系 因为我是做律师的 就是 我们通常来说 就对于我们这个行业 我们并不关心爱情是怎么产生的 我们关心的是 爱情产生完之后 财产怎么分割 就我们不关心爱情是怎么来的 我们关心的是爱情是怎么美的 而且尤其对于我来说 因为我本人就是擅长打离婚官司的这个律师 所以说对于我来说 甭管多复杂 说夫妻两个人共同财产往这一放 甭管这个共同财产有多复杂 我过去马上就能知道律师该拿多少 对吧 对 我很擅长嘛 擅长离婚官司嘛 对吧 就所以 我在这个 很多的时候我去参加别人的婚礼 所以我参加别人婚礼的时候 在我的眼里 台上站的全都是潜在客户 然后每一次过去的时候 我都拿着名片 祝你们百年好和 如果中途有变故 欢迎致电 就这招是跟我爸学的 因为我爸也是一个律师 我是一个律师之家 就我爸当年也是这么做 但我们俩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一定是被本家轰出去的 但这么多年之后 在这个有一些细节上 你就能看出一个老律师 和一个新律师的区别 因为我知道昨天我才知道 我爸是随份子之前递名片 我连对饭都没混上 每个人对爱情的看法 肯定都不一样 因为我是从我的职业角度上来说 我看爱情可能相对来说消极 但是其他人不一样 你比如说陆瑶 陆瑶对待爱情 他对爱情怎么理解 他说爱情就是一碗毒药 这就是一种对爱情的态度 古往今来我知道 只有两个人这个观点 一个是陆瑶一个是武大郎 对吧 而且他还有一个观点 叫什么 就是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对吧 就那年他入土的时候 我给当的伴郎 就在他的概念当中 就是我不应该说 我是擅长打离婚官司 我应该说我擅长炸坟 是吧 我最近反正坟没少炸的 这是陆瑶的观点 换别人也一样 李丁 李丁认为叫爱情是什么 爱情是一碗干纯的烈酒 爱情是一个幸福的快车 他这个说法 就是我明白了一件事 就是李丁为什么 他谈的所有的恋爱不超过六个月 因为刑罚有规定 醉酒驾驶 最高发六个月拘役 还有李丁飞 李丁飞认为爱情是什么 就是李丁飞相对来说 在我们当中 年龄比较小 岁数他相对小 他就认为爱情是什么 爱情是突如其来的 爱情是破疮而入的那种感觉 这你就明白了 为什么前些天你在网上能看到 他们家玻璃让人砸了 对吧 突如其来破疮而入 对吧 网上可能还有一个小伙子 李丁飞出轨小钢猪 就是每个人对爱情的看法 这是都不太一样的 通过我的研究呢 我觉得爱情分为两种 一种叫自由恋爱 一种叫惊人介绍 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 有没有过说 那个介绍过相亲的那个感觉 那个感觉其实特别不好 就是你去看啊 相亲的时候 首先来说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你的姓名 对吧 你的职业 你年龄 你是哪儿的人 你可以看看法院里的判决 被告人投了那几项 就是这个 我有过一次相亲的经历 那次感觉特别不好 因为什么 就是你们两个人 在见面的那一刻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是一种 相对对立的状态 因为它有一种盘查 或者有一种 对自我的这种宣扬 我那次 我记得特别清楚 那是很久以前 也是经人介绍 但是那天中间人没来 我早早的 我就到那个见面的地点 那天还下着雨 我就在雨里头等 那个女孩迟到了半个小时 我打电话我问 你到哪儿了 她说我马上就到了 我说你现在在哪儿 她说我现在在树这儿 我们在森林公园见的面 后来我说 不是 你是 你原里边的树 还是原外边的树 原外边的树 好 我到外边接你 我到外边去 我正好看见对面 来了一辆车 一辆兰波基尼 本来晚半个小时 我这火灯就上去 我看兰波基尼 啪 我这火就下去了 这个车 问我就过来了 就在这个车 从我面前驶过那一瞬间 我明白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 这辆兰波基尼 不是我的相亲女友 第二件事 就是一个百公里提速 2.9秒的跑车 它在过去的时候 就那个水是可以 直接拍脸的 就这个车过去之后 我就当时我心里 我特别难受 我指着这车 我按下决心 我说我从今天开始 我好好挣钱 等我有钱了 我高低买件好羽衣 你这相亲经历 特别地难受 后来那个女孩也是开着车来了 我终于找着她 我上车的时候 我拎得跟水机子似的 上车之后 那个女孩就看我的那个表情 从见面的第一眼起 她看我就是不屑的 因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车 我要坐她的车 坐在我边上之后 第一句话就是姓名 年龄 哪儿的人 这跟公安局审案是一样的 等这车在开的过程当中 她就说的话我就觉得 她就是在标榜着自己的任性 一边开着车一边说 真的 我本地的 我本地人 真的 我从小我们家里人都惯着我 我真的 我从小到大 除了我爸的话 我谁的话我都不听 你这就是一种任性 一种标榜 我说怎么着 你除了你爸的话 谁的话都不听 不听 前面右转 好嘞 我这个相亲虽然没成 但是我的倍儿是上去的 是吧 就这个 这一个相亲的经历 你就会感觉 心里就特别的别扭 是吧 但我现在 因为我结婚了 我跟我媳妇 我们俩人是自由恋爱 那么自由恋爱呢 在结婚以后 我会发现 在两个人 在夫妻这个 过日子的过程当中 还会有一个法则 就是我会突然发现 那个所谓的隔壁家的孩子 依然存在 隔壁家的老公 就是隔壁家的孩子 都是什么呢 你看着隔壁家孩子多用功 对吧 你看人家的孩子多努力 就结了婚以后也是这样 你看人家老公多懂得浪漫 你看人家老公多勤快 就这个还是存在的 就我们俩 永远是有这种比较 有一次 我们俩人一块出去 晚上溜弯 对面 在我们前面走着 两个七十多岁的 一个老头老太的俩人 怕老夫妻跟他走呢 俩人牵着手 第一反应 你看人那么大岁数 人多浪漫 拉个手就叫浪漫 老头都这样了 不拉手行吗 对吧 俩人走到十字路口 那老头 亲爱的 我们回家吧 你看人家 这么大岁数多亲你 老头一回头 咱们回家吧 老太太一回头 不 我回去老伴就不让出来了 我说你看人这么大岁数 多会玩 我学着点吧 所以说有的时候浪漫这个东西 是不能看表现的 而且我觉得生活当中 没有那么多的 说需要爱情的那个仪式感 可能女孩更会关注那种仪式感 我媳妇就特别关注仪式感 她的仪式感不是说去要一些礼物什么 她的仪式感特别奇怪 就是她在做饭的时候 我一定是要陪着的 而且不是一般的陪着 说你站到边上 或者帮上洗洗菜 不是这样 她一定是要在后边抱着我 我就很纳闷啊 切菜的时候也是后边抱着我 对吧 炒菜的时候也是后边抱着我 我就很纳闷 我说你干嘛 你咱俩什么时候不能抱 咱俩客厅抱去不行吗 你飞成厨房不行 我一定要要这种仪式感 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你要在后边抱着我呢 这时候呢 就是油锅里的鱼开始翻腾了 我那一刻我就知道了 就这跟爱情的仪式感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我比围裙的面积大 就有的时候就是女孩是这样 就拿着爱情的仪式感为名 但实际上她是为了保证安全 我还是希望所有的人 能在生活当中 你的爱情是圆圆满满的 当然了 如果说中途有变故的话 欢迎致电 我是回想 我擅长炸焚 谢谢大家 哇 回老师这一段凤子 真的好精彩啊 太棒了 推销回老师的业务 对 不 推销回老师的业务 特别地感谢回老师 带来这段精彩脱口秀 不知道下面的演员接起来 会不会感觉压力很大 我们掌声有请 路遥老师 大家好 我是路遥 其实说到七夕这个 七夕传统节日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很悲伤的话题 这个对于爱情来讲啊 大家都知道 七夕情人节是一个中国的一个传说 是吧 牛郎和织女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哈 但是你们有没有人想过 这个故事到底是男的写的还是女的写的 我曾经一度认为一定是男的写的 因为你想 一个天上的仙女 嫁给了一个普通男的 这完全就是一个很男人的故事 但是后来 对吧 你说我说这没错哈 但是后来我意识到不对 为什么当时我这么非得认为是男的写的呢 因为我就想啊 就说谁哪个女孩 就是在没找对象之前 希望找一个特别差的男生呢 就是我希望找一个什么都不如我的 最好是没房子 没钱 没车 没存款 然后只有一堆债务的男的 没有这样的女孩是吧 可是后来我也想不对 我被这个故事骗了 这个故事一定是一个女人写的 而且这个女人 对男人还抱有很大的恶意 我只要说一句话你们就明白了 因为 每年7月7号这一天 牛郎之女相会 天上一天 地下一年 朋友们 其实织女每天都能见着牛郎啊 对不对 而牛郎在织女的生命当中 活不过一个嫉妒啊 这是一个细思极恐的故事 有没有 就我越想越恐怖 所以我觉得就是七夕这一天 不应该是什么送女孩东西礼物 应该是所有的男士去体检 这才是合理的啊 所以说 我觉得这个七夕过起来 反正我是觉得有点奇怪了 但是呢 关于爱情来讲 我还是有很多想法的 比如说刚才这两位啊 像这个 回老师说的 他是 当时陪我一块进坟墓那个人 我没陪 这个就是我们之间太熟了 你陪他入董房了 我们当时 因为我们都是说相声 说相声演员 我们都特别熟 然后呢 他们两个人呢 其实我是都是很羡慕的 真的 就是他们两个人都比我强 你比如说 像回想老师 他仅仅被甩过9次 李云飞 被甩过12次 而我是三个人当中最惨的 我被甩过8次 同一个人8次 这就很恐怖你知道吗 就太痛苦了 被同一个人甩了8次 所以我今天 所有讲的这些爱情的感悟 都是出自于那同一个人的 就是 我很羡慕你们两位 因为你们可以 随时跟自己的现任骂前任 而我却从没有这样的机会 因为老师那一个人 他看我也很烦 但是我们就是分分合合 分分合合 这个爱情呢 我觉得首先有几点啊 第一点 首先来讲就是要忠诚 那点头了哈 忠诚 你有没有遇到过不忠诚的 因为我觉得女生很看重 这个安全感 所以你说到我就会点头 是不是忠诚最重要 对不对 就其他都不重要 第一是忠诚 所以在这一点呢 我真的是有点对不起我 其他也重要 他也重要是吧 那我后面说 后面说的重要哈 就是我有点对不起我女朋友 因为在我们两个人 当时有一次分手 中间我一段窗口期的时候哈 遇到了一个女孩 就那个女孩真的是挺好的 她虽然长得一般 没有您漂亮 但是她的家庭条件特别好 就是我也见了她的父亲了 她父亲特别喜欢我 然后说如果我们两个人结婚的话呢 就会给我拿八百万 打到我的账户上 让我去创业 然后也会给我们俩一套别墅 是她就画到我的名下的啊 有我的 而且就当时还送了我一辆 我可能一辈子都不敢想自己能买得起的 汽车 豪车 就是在那一刻我确实是像现实低头了 我同意了 就只要我结婚就给你这些 我就那么那就结吧 结果没想到 在婚礼的当天还是被搅和了 罪魁祸首就是我的女朋友 送我的闹钟响了 你们知道 我瞬间理解了起床气 我以前不理解 那天我去上班的时候 我就看着楼下的那个豪车 我就说我在玩气一会儿 那就是我的了 那种痛苦你知道吗 忠诚是最重要的 还有就是信任 这个信任怎么说重要呢 我觉得我女朋友就不特信任我 因为她总会女生问你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像老一辈人问 什么我和你妈掉水里了 你去救谁啊 什么什么这些问题 我觉得就很让男人为难 但是现在呢她没有问过我这个 她问我大部分都是钱 很直接 就是她说那天问我 她说 诶 路遥 如果你有100万 你愿意都给我吗 我说我愿意啊 我当然愿意了 我跟你讲过 在经济这方面 我会把我的一切都献给你 没有任何的隐私 没有任何的私望 没有 我说好 100万是这样 那你要有1000万呢 你还敢说都给我吗 我说有1000万 我也敢说都给你 因为我男人说话就这么算数 她说你要有一个亿呢 我说有一个亿 我也一定会都给你 你放心 她说那你要有476块5呢 我说你翻我鞋垫了 对可以鼓掌可以鼓掌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信任当中最重要 还有一个就是理解 你们有没有被不被理解过 就是比如说我们平常工作在忙的时候 她要联系你 你就得马上随叫随到 或者说你不接她的电话 她就会莫名地生气 有没有这种情况 反正我是遇到过 就是那年的七夕 我们俩也为这个 她吵了一架 大吵了一架 后来我就跟她说 我说你要理解我 你要包容我 你懂不懂你要包容我 她说包容是你的事 我只要包 然后 后来我就出差了嘛 出差了以后 她就随时随时给我打电话 我那次出差是去替我们的经理去打前站 然后她没事都给你打电话 没事都给你打电话 你不接她还不高兴 所以那天晚上我们大吵一架以后 我直接晚上我就把手机关进 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才把她开机 后来我发现 我被分手了 然后我真的就慌了你知道吗 我就飞奔到机场 去接头天晚上就到达的经理 她在机场等了我一久 爱情是就是没有理解的话会很难受的 包括我觉得好多情侣啊 就是特别适合什么 适合夸夸对方 你们有没有试过 在爱情当中 我们互相夸一夸对方 尤其是男生 都让男生嘴甜 但是其实女生嘴甜一点啊 会让你的另一半更加强大 因为男人是最需要自信的 你知道吗 他越自信 他就越有能力 所以他会越给你的东西越多 多夸不他 我女朋友就 从来不夸我 我就特别想让他夸我 那天我就抓住他 我说 你今天无论如何 必须夸我 我不管 你必须夸我 那好吧 那我夸你一句 你夸我一句 这样公平 可以 可以 我说那我先夸你啊 我说我的女朋友真的太美了 你的眼光很好 我的女朋友非常的善良 嗯 你看人很准 我说我女朋友是谁想最完美的 你非常客观啊 我就很无语 我说我不管 今天你必须要夸我 必须夸 我不夸你了 你夸我 现在夸 马上夸 立即夸 他说你女朋友比你优秀多了 这其实是一个特别伤心的故事 呃 说了他好都不好啊 其实他也有很多好的 就是我觉得女生男生在一起 他管着男生 有的时候 也是一种让人挺幸福的事 比如说我这个人好喝酒 啊 朋友也比较多 经常晚上啊 朋友就一打电话 哪了啊 啊 出来喝酒 我就窜了啊 就跑了 他就特别反对我喝酒 他就说他说喝酒真的对你的身体很不好 你以后不要再喝酒了 行不行 他经常劝我 我说这不是喝酒这么快乐的事 怎么能把它戒掉呢 那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他说我告诉你啊 我现在跟你说最后通牒 如果你今天再去喝酒 我让你三天找不见我 看不见我 你信不信 我嘴上没说 我心里都乐开花了 哇 太好了啊 三天 我可以联合三天酒了 结果我真的又去喝酒了 但是第二天我真的就 没看到啊 然后第三天也没看到 直到第四天 我眼睛消肿 然后才从缝里看到他 这他也是为你好的你知道吧 所以就是要互相多多的理解啊 这个我觉得爱情嘛 就是你进我退我退你进 好多人说 说这个爱情啊 老子这些思维都应该抛去 就要找新式的爱情 刚才回想老师说了 相亲 是不是 相亲的我都不太感冒 但是我认为老的一些 传统观念是有用的 你比如门当户对 我很认可这个 真的你需要跟对方 在一个层次上 你们两个人才有共同的语言 你比如说李音飞 我现在就拿你来举例子啊 现在有一个女孩 富家女 家资千亿 然后你现在只要跟他结婚 他爸爸拿出一百亿的现金 打到你的账户上 哎 就这样的强势的家长 这样强势的家族 你嫁过去 请原谅我这么说啊 你嫁过去 你会幸福吗 我跟你说 你不一定会幸福 所以 把这事让给我 我会幸福 你会被闹钟吵醒的 就是为什么 我在我的儿时的时候 没有让我的父母给我盯一个娃娃亲呢 因为我不吹牛 我小的时候长得真的是特别的漂亮 很好看很好看的 就是我在全班的同学里面站到那儿 老师绝对会第一眼就会看到我 那水灵灵的大眼睛 刷刷的自带美童笑我 真的 就是 我这么说 物是人非呀 有什么 有照片 我在幼儿园的时候 老师都给我翻两块糖 别的小朋友吃巧克力 为什么 因为我不爱吃巧克力 就是老师真的特别喜欢我 所以我后来就在想 好多人说 女大十八变月变月好看 男生可能跟他们是相反的 如果我能回到我小时候的颜值 我相信 我一定会追上你们两个的 记录的 这个总之吧 爱情多一点甜蜜 多一点包容 多一点信任 才能让你们有这个幸福的一个结果 无论两个人最终是不是在一起 不要辜负了你们的一场相遇 多一些甜言蜜语 祝大家栖息快乐 谢谢大家 我是陆瑶 你踩我脚了 我踩着了吗 刚才陆瑶老师 吹去了一下自己小时候的容貌 刚说完以后 鱼儿姐就立刻结 真是物是人非 对不对 银飞也发出了疑问 有照片吗 哎 我们组啊 在沈鲁瑶老师本子的时候 就特意留了一个心眼儿 就找了一些鲁瑶老师 小时候的照片 来 我们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我真有啊 求证一下 我 这还两磅糖的 就这个呀 就这 这个 八岁留念啊上次 我说的是幼儿园的时候 幼儿园的时候 你八岁就长残了 这确实 你也是英年早采 我就不知道那个鞋 为什么我抹不过 刷刷才能让我带 就把我去倒巷子 那不是那个什么 我采的吗 不是 八岁就采 多有气势 但是确实是虎头虎脑的 挺可爱的 确实画风应该变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咱不能光奚落路遥老师 我们组也准备了 每一个人青涩时候的照片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 我天哪 这表情好严重啊 这个小时候 小时候确实好 我给大家谢罪了 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 沙马特造型 这是高中 沙马特造型 对 你觉得你是现在帅一些 还是那个时候帅一些 应该说各个年龄 有各个年龄段的美 对 这个年龄段的美是在哪里 我来说一下 美在内中 你就后面那床不错 那床 那竹子床 对 桀骜不逊 真是桀骜不逊 你现在还能再做出这样的表情吗 我现在要脸了 那试一下 把脸先放到一边 来试一下 三 二 一 你现在 不如那会儿好了 表情上退步一下吧 你还是让他做这张照片 这个表情好 这张照片能吗 这个 看这个 看这个 再看一下下一张照片 来 下一张 银飞 跟您说一下这三张照片都是什么时候 这是2016年 这张是 中间的 中间 不不中间的是2016年 这 16年是 博士毕业 博士毕业的时候 不 真的是长得跟陆瑶老师八岁的时候差不多 对 我那时候那个 银飞了 他滋的 那还挺可爱的 大家再来看一下下一张照片 这是八岁 哎呦 一表人才 好鸡贼呀 哎呦 博士毕业老师 这个是什么时候 16年 也是 啊 这才 不是 14年 14年 这才仅仅是8年前吗 14年 我也有 我也有一张 没办法 不写春发也沦落不到这 8年的时间 这两张大概都是14年 前后这样子对不对 对 30岁 真的 就是真的是8年的时间 博士毕业老师就从 王嘉尔变成了张嘉义 哎呀 后边还有李嘉祖 我都是李嘉祖 还来看最后一组照片 来 这是 哎呦 这是我 这个 当时栏目组要的时候 我真不知道是什么用意哈 我就随便找了几张 而且我都是通过照片 张开的 哎呦 你看看 干嘛 人家主持人就是会说 我就是随便的拿了几张 你们都是挑出来的 对对对 随便 真好 就随便找的确实是特别特别的好 特别随便 特别 就虽然很随便 但是是真漂亮 那接下来就有请这几年没有变化 仍然年轻美丽的 思雨昕老师为我们带来脱口秀表演 刘强 我是主持人孙元 今天呢第一次在相声大会给大家讲一下脱口秀 可能我再次介绍完我自己呢 大家就会有前台词说 怎么这么刻意地说呢 你是当主持人的 说脱口秀那不是大叼车叼蚂蚁 轻而易举吗 那我得跟您说 您太不了解我们主持人这个行业了 我们主持人什么时候能脱口而出啊 我们有稿 那既然要说这个脱口秀 怎么也得说点亲切的 自然的 然后就更像唠家常一样 所以呢 我说点我擅长的吧 虽然我不是网红啊 没那么大流量 但我也是有粉丝的人 在我的自媒体的短视频号上啊 两个平台 我一共有250万粉丝 听我分享情感 就是聊一聊爱情 友情和亲情 我翻译一下啊 就是有的人搞个对象 交个朋友 或者遇到点难事呢 就愿意听听我的意见啊 就愿意听 说实话 每次我介绍到这儿的时候 我是有点骄傲 但是这个骄傲一开始不是我发现的 是别人发现的 别人开始有这个声音了 然后开始质疑说 凭啥呀 他凭啥 所以今天呢 既然来到相声大会 咱们也是聊天 我就说说我凭啥 我跟你说啊 我还真不是凭我 特别努力 我啃下两本这么厚的书 我考下了中科院的心理咨询师的资格证 我也不是凭我是主持人 我能说会道 我能开解你 我凭的是我的感情经历 都有经历吗 交过多少个女朋友 银飞 我刚说 我经历已经不如以前了 现在什么在数啊 那这样吧 既然有质疑的声音 我就必须要解释一下 我今天呢 就合盘拖出 我把我的经历分享给大家 很巴巴的 也别隐藏了 反正这期节目 我老公是看不见的 行 那我就说了啊 我呢 一共谈了 一次恋爱 仅有一次 你看 好多人都这表情 又开始质疑了 尤其是我那个 万年不患的搭档裴东 当他知道 我就谈了一次恋爱 就修成正果之后 就说 哎哟 就谈一个对象 就结婚了 你这人生太亏了 说得我呀 就跟错过了很多花开 少吃很多名菜一样 我都开始怀疑人生了 但其实吧 我客观地说啊 我的观点是 你陪一个人走很长的路 经营一段很长久的感情 两个人共同成长 其实才是让你的人生 更为精彩和丰富 我给大家掰吃掰吃 因为每个人在不同的年龄段 他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需求也是不一样的 二十多岁的时候 他有青涩和懵懂 三十岁的时候 他有努力和拼搏 到了四十岁的时候 他可能有成熟和稳重 再到五十六十 可能有了更多的是 睿智或者他对人生的感悟 而你也应该 用相应的东西来回应 有的时候呢 他需要你的是 那种天真浪漫 而有的时候 他需要你的是那种 温柔贤惠 再往后 也许他需要你的 是你的睿智 你的头脑 还有你的善良 或者是你在某一个领域 小有成绩 才能跟他契合 简单说吧 就是在外的时候呢 你要通过你的形象气质 让他有一种骄傲的感觉 在家的时候呢 你要通过你有趣的灵魂 来抵挡平凡的岁月 所以我真的觉得 和一个人 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情感 才是不断地进化自己 反而言之 有些人总觉得我换一个人 那才有新鲜感 其实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因为人是有惰性的 你总会拿自己 那一招先的东西 来对不同的人 今天咱看电影 我说这些话 我下次换了 不是跟你啦 跟他 我还是看电影 然后呢 我们还是聊那些甜言蜜语 OK的 所以呢 你就不会不断地 去完善自己了 我的结论就是 在所有的情感中 这个一招先 都是死穴 因为大家可能 都有这个印象 尤其我们女生 从很小的时候呢 就会听见老人 说过这样一句话 说 我告诉你啊 你要想抓住 一个男人的心 就一定要抓住 男人的胃 那我就想问问大家了 哪个男人出轨 也是因为小三饭做得好吃呢 所以根本就不是啊 所以你必须要做到就是 你有各种各样的侧面 不同的角度 让他觉得离开你 是会有很大的损失 当然我说了这么多啊 我就想告诉大家 这一段情感 不代表我没有经历 我也是慢慢成长过来 我就是凭借我这些 对于感情的认知和感悟 才能有资格和大家分享 那今天呢 我们的主题是 七夕也是爱情 我们都知道 七夕这个传说对吧 牛郎织女 哎呀很唯美 特别鲜 但是这牛郎 不也得在河边 偷了织女的衣服 然后呢 才能把人家娶回家吗 也挺接地气的 所以我们也聊聊 比较现实的问题 就是爱情里的这个距离 就我身边啊 有很多小姐妹 现在一提到异地恋 马上这头摇得 跟崩了鼓似的 就横着从这个地面弹跳起来 就觉得特别麻烦 但其实距离真的是问题吗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三十秒钟 我们等一个红灯 你可能呢 蹲下来系个鞋带 然后呢 喝一口水 还能顺便撩掉 两边有没有 形象不错的美女 但是你怎么就不能掏出手机 给你的爱人回复个消息呢 比如说有的人总说自己工作压力大 见到那些能决定你命运的人 你都能绷着 回到家 你就撒花了 其实这不主要是你自己想在什么时候表现出什么状态吗 所以有句话呢 我特别欣赏 也很有哲理性 他说 这个人啊 教是教不会的 但学能学会 这说明什么 就是你愿意的时候 都成 你不愿意 就都不成 我真心想告诉大家 距离之于爱情 它就像火 它能够助燃强烈的 能够吹灭 微弱的 距离真的不是爱情的敌人 那什么事呢 不具诱惑事 不甘寂寞事 不真诚事 然后不坚守事 其实我想把这些表达出来 就是我一直很看重这些 也特别想利用各种平台跟大家分享这些 再话说回来 我们的七夕 七夕呢 是我们的一个传统节日 至于牛郎之女的传说 它其实也是杜撰出来的 因为在我们中国呢 每逢农历的一月初一 二月初二 三月初三 五月初五 七月初七 其实都是节日 而且古人呢 有那种观天象的习惯 他们看到牛郎星 织女星 再看到浩瀚的银河 于是就演绎出这样一个 非常非常唯美的爱情故事 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 唯美的 美好的 期许的 确实是我们需要的 所以今天 我特别想祝福所有的朋友 都能有所想也备想 有所念 心有念 有所爱 还在爱 最后呢 就预祝所有的朋友 七夕快乐 我这个出口秀是不是包袱太少了 感动了我一下 我上场 就是有点找不到自己的状态了 因为别人上那个说完以后 我都是 好 感谢李飞 感谢 谢谢霍远老师 然后这个我突然就是 我觉得好像大声地喊 就有点不太尊重您 没有没有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 只要我是真诚地去分享 我也不会刻意地去 copy别人的版本 我只会做我自己 真的是非常非常真诚地分享 其实我也知道 您是个明白人 对吧 因为在短视频平台上面 有很多很多人都在关注您 在爱情方面 真的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而且真的是特别明白 刚才您也说了 修了心理学 心理咨询师 是 拿英文叫赛考乐·J斯特 对吧 这是英文吗 走了 走了 上字字了 上字字了 对 那您也在台上 想问一下 咱们 在座的四位男士 在谈恋爱 选择伴侣的时候 会不会选择一个 如此明白的人 会不会有压力 可能一个什么样 小小的谎言 你眨了几次眼睛 就让人看穿了 就会不会觉得 每天如坐针毡 你看我的表情 没事 谎言 我确实觉得 可能现在在很多的 这个平台 都会有这种探讨 但我真心觉得 我们不要把男生和女生 包括智商 包括能力 不要站在对立面 因为本身这个世界上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他们是因为不同而吸引的 就是无论这个女生 她多么地聪明能干 她也是女生 她和男生的处理问题的角度 不一样 两个人如果聪明的话 你找到的是一个非常得力的 互相支撑的一样伴侣 一定会是给你加油助力的 如果我们都是存在一种 我要不要找一个聪明的 能干的或者是厉害的 用这种方式 我觉得其实你是给自己 影响了自己 包括自己整个家庭的 上升的空间 我是这么理解的 其实有很多的时候 不是因为说谁更聪明的原因 就是我所经历的 有些就是包括有很多的 所谓叫高知高阶层的那个 他们最后真正走向离婚的时候 绝对不是因为智商 你也接了好多这样的案子是吗 那个世界观 那个价值观 人生观 发生对冲的时候 谁都不会让那一步 因为就越高 她建立得越缜密 越完备 就是她学历越高 她不会去忍让这个事 不跟学历没关系 清华大学的也一样 这不还是有关系 博士有为的事 这个智商 走走走 听完再走 那我想问一下您 那比如说 您和我们咱们同台的搭档 同台的对手相处的时候 可以显示出自己的睿智 指出他刚才犯的错误 你眨眼了就是有问题 绝对是说谎 但是在生活当中 和自己的另一半相处的时候 会不会适当地装傻 会啊 就是说我 我说你眨眼了 就不会 不会 即便看到眨眼了可能也会 就除非是开玩笑 就是如果是生活中一些 不是原则性的问题 或者不是影响到我们家庭 彼此感受的问题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 他的事情是交由他来负责 我来辅佐 我的事情是 大概率也是交由我来负责 但是我会听他的建议 但是如果小的事情 不会去刻意地去要求 我觉得被别人要求会很不自在 我干嘛要把我的另一半往外推 让他觉得跟我在一块很不自在呢 对 尤其是要求自己的伴侣 你得给写段子 多不易吧 你家说 回去呀 还得 他呀 还得让我提供包袱 在这儿啊 我还得让人当成包袱 我还活得了 活不了 我看 虽然银飞刚才的偷偷袭 我包袱不用那么地多 对 但是你还是真的给我们这一期的节目 提供了很多的包袱 对 这我作为一个开场 我提供了贯穿始终的包袱 哇 真的太不容易了 太厉害了 所以感谢林飞 感谢袁姐 谢谢 谢谢二位 谢谢 谢谢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任鹏飞带来 她的爱情见解 许剑就是亲狗 也不算虐狗 许剑就是咬狗 都不算虐狗 那叫一嘴毛 知道吗 大家好 我是任鹏飞 这个 站这个场口啊 我非常的惭愧 因为一开始是用一个 需要智慧的游戏 确定顺序 结果呢 我凭借运气走到了这里 所以说呢 也是心里头有点激动 现在站在这儿啊 我觉得讲七夕这个主题啊 我也觉得没什么好讲的 因为很多大家所说的 一些负面情绪 尤其男孩一到这种节日 他的很多负面情绪 都是在于 哎呦 我怕给女朋友选礼物 怎么挑 怕女朋友生气 在这方面我就比较幸福了 因为到现在 我女朋友 没跟我要过礼物 到现在 我女朋友 没跟我吵过架 到现在 我也不知道 这女的在哪了 反正 就确实是 告别爱情很多年了 我觉得现在网上 对这个 我们单身的人 很有恶意 很多这个词啊 管这个单身 叫单身狗 单身就完了吧 还狗 可是秀恩爱 叫撒狗粮 我们单身狗 就得看他们秀恩爱 这叫吃狗粮 吃狗粮 这词狗听了都不乐意 狗吃完那个真正的狗粮 浑身有劲 我们吃完 我们那个秀恩爱的狗粮 那是浑身恶心 太难受了 还有那个更狠的词 那个汉人秀恩爱 叫虐狗 虐狗 这是对我们身心的一种伤害 我们秀恩爱后台 有两口子 一个许剑 一个周月人 两口子 没事人在后台 表达个爱意 就这样一下 我看之后我就生气 我说这就是虐狗啊 我赶紧我给动物保护协会 我去打电话 我说你快来啊 我们这后台有虐狗的 人家那个动物保护协会同志 过来 一看哪有虐狗的 你们后台哪有狗 我就是狗 我就是狗 他们虐我了 怎么怎么 你看这许剑 许剑跟他媳妇亲嘴 给人家动物保护协会 那同志给气的 教育我半天 说这个许剑跟他媳妇亲嘴 这不算虐狗啊 许剑就是亲狗 也不算虐狗 许剑就是咬狗 都不算虐狗 那叫一嘴毛 知道吗 就是说什么呢 现在很多 包括后台 那个李丁 跟他对象打电话也是 订约会 名为订约会 实际就是秀恩爱 好家伙 一打电话 你母亲爱的 咱们过两天 咱们吃饭吧 咱明天吃饭好不好 再看对面 对面 人家不想明天 人家明天上班 那就后天 后天咱们吃披萨行不行 人家不吃披萨 吃披萨 天天吃披萨 你就披萨脑袋 那这样吧 那咱就吃火锅 好吧 你说去哪家店 我不定哪家店 你定 你有没有准主意 讨厌 不想理你 那咱就去 去南市那家行不行 不去那家 那旁边就是 我男朋友单位 你说这 憨得憨死 唠得唠死 多气人 我自己也总结 为什么我那么长时间 没有对象 跟这个社交环境 有关系 说相上 后台基本都是男的 就主持人一个女的 还让人给站上 而且来说 生活环境 我住那是老小区 我就没在小区里 见过什么 适龄的单身的女性 跟我交流最多的异性 就是我们楼底 一楼那个大姨 每回我要扔垃圾 那大姨就拦我 小伙子 把饮料瓶给我 顶多就是这交流 怎么办呢 就得拓宽一下 社交的方法 因为现在网上 经常给我推那种广告 那个社交软件的广告 以前我对这东西很拒绝 现在一看 这不用也不行了 这人家东西 毕竟还是便捷 一体验还挺有意思的 基本上就是匹配 匹配机制 一点那个按钮 俩人能连线 能聊天 听着好像是挺方便的 但是呢 像我这种人 还是觉得很难 你跟人聊什么呀 没有话题 我其实每次 我都很热情地 跟人聊天 但是这姑娘呢 往往就是很高冷 她竟一个字一个字回我 我很热情 我说你好 姑娘就一个字 好 我说你多大了 猜 你是哪儿的 卤 我没话了 滚 太尴尬了 太尴尬了 这不是一般的尴尬 这是星尬中尬牌高尬尬呀 一尬顶五尬呀 南福聚能尬呀 横元祥尬尬尬呀 这到底有多尴尬 就是我刚说了 这么精妙的一个包袱 现场居然没有人鼓掌 就那么尴尬 太尴尬了 所以说还是怎么想呢 聊吧 因为什么匹配 它终究不知道 你地点是哪儿 你很难跟它建立共同话题 附近的人 其实还有一种功能 叫附近的人 你能跟附近的人聊天 这共同话题 稍微就多一点 那它上面显示距离 多少多远的都有 有这个十公里的 有五公里的 两公里的 最近的一个啊 八米 当时我在家里头 我抬头我环顾四周 我这屋里也没有人呢 这背不住是我邻居 我这正琢磨着了 那边语音发过来了 小伙子 记得把那个饮料瓶 给我留一下啊 匹配这大姨了 反正时间长了吧 最最终还是聊到一个 比较有共同话题的姑娘 我也觉得跟她 这是可以发展一下 跟她要微信号 加上好友 一看照片 算了吧 这个当然不是说 这姑娘长得难看啊 我觉得每个女孩 都有自己的美 但是你再漂亮 也有那个不喜欢的类型 架不住不喜欢 气场不和嘛 你比如说这姑娘 如果说啊 比如说 长得像迪丽热巴 够漂亮了吧 你就讨厌迪丽热巴 姑娘长得像迪丽热巴 你们肯定不可能 你就讨厌杨幂 这姑娘长得像杨幂 你们俩也没戏 拿我来说吧 我就讨厌哈 这姑娘反正就是 嘴大肚子大脖子憨 反正后来我也想 也不能纯从着这个外貌 来评价一个人 毕竟我们还是挺有 共同话题的 我跟人聊天吧 早安 午安 晚安 每天分享自己的生活 后来觉得 可以发展发展 鼓起勇气 我说约她出来见面 我说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咱们一块出来吃个饭吧 没想到这姑娘 还挺冷淡的 有这个必要吗 我还是不死心 我说 我觉得咱们聊 这么长时间了 我有个礼物想送给你 不用了 我什么也不需要 我就是表达一下我心意 我真什么也不需要 你要真想表达心意的话 你就想着点我妈就行 老太太喜欢什么 我给她买 不用买 你就每次下楼的时候 记得把饮料瓶给她 还是那大姨 反正啊 这个爱情的道路是曲折的 爱情的故事呢 也就这么告一段落了 我也祝愿所有的现场的 乃至说电视机前的观众吧 有对象的 小情侣们都能够长长久久 都能够幸福美满 单身的男孩呢 也能得到一个 幸福美满的生活 单身的女孩呢 请尽快联系我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梦菲老师 太棒了 是吧 学过 没没没 肯定学了 在北京 花钱报班学的 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 您是拜仙呢 刚才许剑老师告诉我呢 许剑老师刚才就在后面 等着录下一期的节目 我们俩坐一块看 然后你说到那个 许剑咬一嘴毛的时候 然后许剑老师 我不听了 就那样走了 对 然后刚才他也跟我过了 一个特别好的包袱 我觉得下一次 可以加到脱口秀里面 您说 刚才说 这男孩没对象 叫单身狗 说女孩要没对象 狗不理 这么好一包 我没人鼓掌 真好 这是 我还以为你还叫鼓笛 鼓笛干嘛呀 这包我其实也不是许剑说的 我说这个名字 大家肯定得鼓掌了 这是俊杰老师家的包袱 好 好 再次感谢 任门黑老师 感谢大家 今天聊了这么多 跟爱情相关的话题 接下来就来听 一位专业的特别秀演员 讲一讲他心中的爱情 掌声有请杜小燕 那介绍人都来信了 那小伙子没看上你 小伙子说了 这姑娘太能说了 真的 我长这么大 我第一次被一块点心瞧不起 接下来就来听一位 专业的脱口秀演员 讲一讲他心中的爱情 掌声有请杜小燕 大家好 好 我是天头保全的 脱口秀演员杜小燕 这个是第二次来 新二大会的舞台 其实我又惊又喜 因为上一次来的时候 我以为我已经把我这辈子 一边说 这都艺术加工 我不是 我没有 我不是这样的 别瞎说啊 你看我爸这种大直男 他都知道这个是 艺术来源于生活 高于生活 但是就比如说 咱今天这主题七夕啊 其实我每次看到这个话题 经历到这个节日 就有一种感触 咱们中国人和外国人 对于爱情的理解 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外国人 他在赞颂的那些爱情 是什么 是罗密欧与朱利叶呀 是什么泰坦尼克号里的 Jack和Rose 对吧 都是那种天雷勾动地火 一见钟情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这种 反正到最后你也不知道 他到底是不是爱情 俩人都没落好 中国人不一样 我们中国人比较含蓄 中国人的爱情观是 像我们学的课文 魏丰蒙 宋子设棋至于顿秋 还有什么 我住长江头 君住长江尾 日日撕金不见君 共饮长江水 对吧 大家想一想 这是什么 我们老祖宗赞扬的是异地恋 我们老祖宗就在表扬异地恋 觉得异地恋特别棒 再看七夕 标准的异地恋模板 而且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故事 他讲述的是一个 忙于雀桥纺织厂 生产建设的女性 在生产工作中 舍身忘我 而男子在家独自带娃 乃爸当家 抚育二胎的正能量故事 在古代 我们的老祖宗赞扬的这种异地恋 其实赞扬的是 在异地之间这种孤独中的坚守 和守望 就坚持和守望 但是呢 我觉得之所以能够坚持 守望 是因为我们古代 交通不发达 通讯不健全 物质不丰富 诱惑不够多 比如 牛郎之女的故事 放在现在 它可能就不是个爱情故事 你想想啊 七夕前一天晚上 牛郎在家 他是不是得掏出手机 疯狂地把里面的微信聊天记录都删掉 以及卸载那些有的没的的APP 还要嘱咐孩子 明儿看你妈别瞎说知道吗 再有 你要是真的去问他 你这样做你觉得对吗 他会大大方方跟你说 嗨 其实也没有什么可背着人的嘛 怕媳妇多思多想 他多心 一年就见一回面 别惹麻烦 对吧 说完了古代人的观点 我们再说说现代人 其实我觉得很奇怪的一点 现代好像什么节日 都得是男生送女生礼物 所以搞的男生压力特别大 我今天送什么 送女朋友什么 过两天又过一个节 我送女朋友什么 可是我觉得这不对啊 七夕的时候 牛郎之女 他们带什么礼物了 牛郎能一扁担担俩孩子 人连二胎都生了 你呢 你跟你对象领证了吗 没有吧 惭愧吗 再有 人家牛郎之女 是被逼分手的 我们现在年轻人 是被迫去交友的 所以很多人都会怎么样 选择相亲吧 刚才回老师说到 会相亲对吧 作为一个大龄未婚女青年 我也相过很多次的亲 就第一次相亲的时候 当时介绍人给介绍了一个 据说是家事好 工作好 然后长得帅 人高马大的这么一个小伙 去见吧 我很忐忑 到了咖啡馆门口 远远地看见一个 穿着西装 梳着油头的小伙子 坐在窗边 一看见我来赶紧起来 给我让座 但是我当时完全这个注意力 没有办法去看 她的西装皮鞋小马甲 我注意力全在她那个脸上 她这个脸怎么说呢 大家吃过菠萝油面包吗 她那个脸呢 长得跟那菠萝油面包 不是一样一样的 真的是一样一样的 我当时看特别诧异 我说你们有没有听过那句话 就是你在别人心目中什么样 就看别人给你介绍 什么样的对象 我当时心里的想法就是 我这么像一个 爱吃港式茶餐厅的人吗 为什么给我介绍了一个 成精的菠萝油王子过来呢 我 所以就因为一开始聊天 都是常规话题 我不知道该跟人家聊什么 就我当时就看着 怎么办呢 要不喝杯茶就赶紧走吧 人家点了一杯美式咖啡 我点了杯水果茶 我说赶紧喝茶赶紧聊赶紧走 一上来人家是一杯咖啡 我是一壶水果茶 这么大 这么大一壶 坏了 坏了这坏了 人家花钱了 我得跟人聊直视了这个事 我怎么也得把这杯茶喝完了 才能表示对人家尊重不是吗 于是我就从我的鱼记职业开始 说到明星八卦 从时事新闻聊到经济走势 天南海北聊了一通之后 终于把那杯茶喝完了 我赶紧回家 互相道别赶紧回家 一路上我在想 怎么跟我妈解释 怎么跟我妈讲 我觉得这个不合适 还没刚进家门 我妈急了 你怎么才回来 人介绍人都来信了 人家小伙子没看上你 小伙子说了 这姑娘太能说了 跟电匣子似的 一下我这嘴都没带停的 真的 我长这么大 我第一次被一块点心瞧不起 那我想 也是哈 这个故事可能到了人家那边 是另外一个版本 你可不知道 我今儿一下午 跟个小家店 聊了整整一下午 聊得我脖子都酸了 他姓什么来着 姓杜 小杜小杜 我在 好的 寻找爱情的过程 虽然非常的艰辛疲惫 但是我还是希望 大家每个人都能拥有 属于自己的幸福 谢谢大家 我是天头保险 杜小杨 今天我们一起聊了爱情 也把爱情比喻成了 好多的东西 其实我感觉爱情 像是一杯美酒 它可以助兴 可以消愁 也希望我们大家 在面对自己爱情的时候 白月光永远是白月光 朱沙智 永远是朱沙智 也希望回老师离婚官司的生意 早日破产倒闭 可以打点别的 打打牙剂 这是结束语吧 结束语 这个对我的这个祝福 不是太友好 但是对全人类的祝福 是美好的 对 你特别人类的好朋友 我们实现的是 婚姻资产的优化配置 给猥琐的话题 找了一个奔眠仓皇的理由 那这里是相声大会 天方夜谈 咱们下一个节日 再见 谢谢你的 谢谢你 谢谢大家 谢谢你 谢谢大家